《少年白马》《最春风》 《少年白马》是一部很燃 很有爽感的一部剧 它和《少年歌行》一样 讲的都是一个关于少年人的故事 既延续《少年歌行》的这个风格 且还要做出不同点和创新 这个是压力也是动力 之前我写《少年歌行》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同样非常潇洒 随心而动的这样的中年侠客的形象 他们年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这个剧本前后反复进行打磨的三年 然后我们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 也会根据人物场景 然后一点点去优化 其实也是想武侠戏里面的一些刀光剑影 和传统的中国古风的美学结合一下 当下的同类型刀光剑影中 大家能看到布料比较少的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服装的风格 也是比较偏柔软一点 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花质的功能 例如是像那种皮雕刻 柔软中然后其实还有一些铠甲的东西 然后上面还配合了战科的金属工艺 那种是软硬之间 然后希望掌握的一个平衡 三 二 三 《少年白马》是一个群像武侠 最难的是大场面的调落 所有都要符合的情境 我们有五百多场大戏 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 印象最深刻是百里东军和叶领芝 那个皇宫大战 在最热的时候 经常一个镜头 演员掉上去可能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 真不唯一的 在那么严热的天气下 演员的那种承受力 我觉得也是到了极限了 最初我们的一致的 我们的观点都是以唯美漂亮具有观赏性的动作为基础 行业流鼓我已经练成了 OK的 因为现在大家所接受的这种新的武侠概念 就是又唯美又血液 同时能看到一种酷爽的感觉 我们在进组的前一半月进行了前期训练 开始是基本上是百分之八十万人 结合后期咱们大量的特销飞机 会呈现出一个让大家视觉有充滞力 这样一个武侠的 当然这种群下的少年感 一定都是这个系列的万有的底色 永远对不正义的事情永不妥协 那这是我心中对少年的一个和好的标准 少年是意气风发的 少年是感爱感恨的 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都像我们同一样 还是能够找回那个少年意气跟自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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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